今天介紹一個新樓盤 不是樓花 而是Move-In Ready的新屋 Bordeaux Luxury Living 有Condo和Town Homes 發展商是Sotera 今天會介紹兩個單位給大家 一個是Town Homes 一個是兩房的單位 緑瓦 Pan Scum HELLO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c M. 今天我受到Developer Sotera的邀請 就來幫他們拍一拍他們剛推出的 Town Homes 以及17樓以上的 Private Collection 其實這次這裡有個三層的Town Homes 可以告訴大家其實裡面是怎樣的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裡進入三層的Town Homes 其實這裡就是Ground Floor 第一層 你會見到這裡有個很開放很大的Kitchen 然後到這邊就是一個Living Area 其實這個其中一個賣點就是整個落地玻璃 你可以拿到很多Natural Light 然後就很光亮 然後中間這裡其實也設定了一個Dining Area 你就可以放一張餐桌在這裡吃東西 或者如果你不想放一張餐桌 其實可以不放 Living Area就比較大 那吃飯怎麼辦呢 那麼它就在這裡呢 有張桌子 它建立了 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坐到1 2 3 4 我想這裡其實三個都可以的 其實甚至呢 你可以兩張桌子都用 如果我們中國人 這樣就很方便 有張大桌子 其實呢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可以打火鍋 你可以放完食物在這裡 然後呢 大家一起在這裡打火鍋 另外呢 它這邊的廚房呢 就很長很闊落 那麼它所有櫃呢 其實都是在意大利那裡運來的 就是所有Back Splash 啊 這些櫃啊 還有星盤啊 這些呢 所有東西都是意大利運來的 你看 那你都看到它有很多櫃在這裡 那我就在這裡試試開它的時候 這都是一組櫃 中間都ok的 下面那裡呢 我就以為是在下面那裡拉下去那麼辛苦 因為它沒有位置 其實呢 它是很方便的 這樣按一下 推入它的時候呢 你小小力 那它就自己會 可能這樣關上Soft Close 這些都是一樣 對了 小小力這樣就可以了 那它這個焗爐呢 都是在意大利來的 放高Milano 那微波爐就是Panasonic的 至於它上面這些櫃是怎樣開呢 都是很方便的 這樣拉拉 那就可以放東西在這裡 然後下來這裡呢 就是小小力這樣 它自己又會散發 這樣有一個Soft Close 至於它的爐呢 它就是用了三十六吋 這個大的Gas爐 有五個頭 都是意大利的品牌來的 然後呢 它這裡是晶盤 旁邊就是洗碗機 那就是Bloomberg 那對著這個Island 其實它也很大的 除了它長之外 它這些用盡了空間去做櫃 你看到它 它的櫃很大 所以你可以放很多 這個也是這樣推進去 很深的 這個 所以你放很多鍋 都可以 沒問題的 又是小小力這樣推進去就可以了 至於另外一個 它我覺得很喜歡 就是這個雪櫃 它簡直是三十六吋 好像Single House Size的雪櫃 這個是Germany的牌子 冰箱呢 就有兩格的 分開了 兩格 這裡 一格 對 那它就 真的夠用了 我覺得這個雪櫃非常好 就是很少會是這麼大的 如果是Town Home那些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Powder Room 就是Tile 地下 然後一個Sink 對 現在上到二樓這層 其實就會有一個Master Bedroom 以及一個Regular Size的Bedroom 我首先帶大家去看這個 第二層 你一看到 它已經有落地大玻璃 很光亮 跟下面一樣 這個也是它們的賣點 No matter是它的Town Home 或者它上面的Private Collection 我們待會可以看 都是有大玻璃的 然後這個房子 你可以做書房 或者你放一張床在這裡做睡房 都可以 那你會看到它那個 它那個衣� 它的衣櫃 都挺深的 然後就掛衣 有一個位置在掛衣 這樣 我們現在可以過去主人房那邊看看 進入這個 其實是第一個Master Bedroom 其實它樓上還有多一個是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它放了King Size Bed 旁邊有兩個櫃 前面還算是闊落的 這裡 它這個窗 除了一個落地玻璃 它這裡還有一個突出的位置 你可以放一個按摩椅 或者好像它那樣的梳化 在這裡讀一下書 有空間 另外 我還沒有說 它不是 這個Development 不是用普通Lamonade Flooring 它全部都是Engineer Hardware Floor 所以質地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邊就有個 一個尺寸不錯的 Walk-in Closet 這些櫃就包在這裡 上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旁邊可以放衣服 下面可以自己加一些櫃 放多一些衣服也可以 這個就是第一個Master Bedroom 那個En suite Bathroom 你會看到它有Double Sync 你看到它其實有它的特色 就是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它那麼淺 但是它這些全部都是意大利運過來的 就是這些Countertop Sync Faucet 這些所有東西都是 然後另外一樣 我發現到 這個星盤下面的櫃 通常是很大塊 這裡好像沒有什麼位置可以用 但是它有很多位置 它可以放多些東西 這個星盤下面的位置 地下就是地磚 然後它這裡 有個Medicine Cabinet 你可以放東西 這裡也可以放少許東西 這裡套進去 這裡可以放東西 這裡就跟一個Bath Tub 然後一個Rain Shower Head Shower 然後這邊出去 就是你在那個房間進來的位置 為什麼這裡多了門出去呢 就是因為它這裡出去的Hallway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出去 你自己的花園 這裡 擺到一張六人桌 旁邊有很多椅子 你可以在這裡BBQ 因為它有GAS的Outlet 有電Outlet 有水喉 其實呢 這裡你現在看到是通洞 其實不是 它之後會包了一個玻璃 是磨砂玻璃 你不會直接看到旁邊 所以這裡真的很闊落 現在你知道COVID之後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出去派對 這裡你請朋友 三五知幾 或者一大群十多人在這裡 開派對 吃東西 Gathering 是一個非常好的Outdoor Space 如果你拍完 你就可以買一個Outdoor的Tent 可以遮一遮 那就非常好 然後去到哪裏 你這個位置 這些花草 其實全部都是管理署 會幫你去搞的 不用擔心 這裡閘就是設置了你的線 這裡裡面就是你的地方 出去其實已經是一個 common space 我們在外面花園入回來 都是這一層的Horway 其實洗衣乾衣機就會在這裡 它就是用了 condo size的Stack-up washer and dryer 它就是想給更多住宅 所以它就沒有選擇用 full size 我們可以上樓上 最後一層就是有最後的Master Bedroom 看到這裡一上去的位置 其實它全部都是玻璃 所以這間屋就不怕暗 完全很光滑 它當然有那些櫃 如果你不想那麼曬 或者需要暗一點 你就可以拉一些櫃下來 這裡上到三樓 主要是Master Bedroom 還有它有一個私人的露台 可以打開給大家看看 這裏就對到內街的 所以你看到它放在這裡 即是可以讓你曬太陽 這裡闊到 然後它也有那個 Electrical Outlet 讓你可以有些什麼需要就用 然後就可以在這裡欣賞一下風景了 在這個櫃出來 對著這裡 先說一下這個櫃 就可以當作一個私人的櫃 給這個人住的房間的人 就可以放在毛巾 摺了的衣服也可以 然後我們進來這個Master Bedroom 感覺很私人 因為這一層就是這個房間 即是上來就是用這間房間 所以你自己擁有這個很私人的地方 對著它就是一個衣櫃 它是sliding door sliding door 它這邊有這些櫃 另外一邊就可以掛衣服多些 掛多些衣服 這個Master Bedroom 除了可以在剛才那裡出去的櫃之外 其實你在這裡也有個sliding door 你可以在這裡直接出去 如果你在外面曬完太陽 休息完 想進來衝動量 你直接在這裡走進洗手間 那就非常方便 所以在這個房間休息 就是最私人 可能如果兩夫妻在這裡休息 小孩子就住下面那層 那就完全隔離了 大家都不會吵到大家 那就非常好 另外那邊就是睡房 其實它是加上一個blackout screen 這些screen是不會透光的 你晚上睡覺 一早起床都不會搶到你 進去這裡就是那個 Master Bedroom的洗手間 這個算是 我想真是主人住的 因為它是有個bath tub 在這裡 然後後面有個shower 它就用了這個bath tub 然後那些牆 上到頂都是磚的 全部 所以它的設計是漂亮的 這邊 對 一個大的sink 兩夫妻 雖然沒有兩個sink 但它也夠大 可以分開用 這個位置 那這邊呢 它又是有個rain shower 然後加了那個shower store 你可以一個洗澡 一個浸浴 加上它這個地板 比起剛才的洗手間 就特別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herringbone style 我現在三層都介紹了給大家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未介紹 就是泊車位那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townhome 所以它就不像traditional townhouse是有自己的garage 那它的車房就會在這邊 你平時回家就會走這裡 那它那個parking 就會是跟其他condo unit 那些resident share 因為它是townhome 所以這裡 在這裡出來就是 那這個位置呢 是送給你的 OK 不算在strada lot裡面 就是你不用付錢 但是你可以自己享用的這個位置 這個單位是跟兩個車位 然後就已經有個 它包含一個eV charger 在後面的 那就方便現在 都流行駕駛電車 那另外一個車位 就在它對面 small car那裡 那我剛才也說了 這個車位是包含了eV charger 因為其實現在都開始流行電車 那很多可能買碩士 某些房間或者townhome的客戶 都想買電車 但是呢 就找不到有個車位 可以安裝電 或者又要改 很麻煩 那這個單位已經包含了 那就已經是非常之好 那當然電費的話 就是charge 回到你的unit 那這個門口呢 就是你拍完車 回家了嘛 那就從這裡進來 這個是送給你的 你看到它 除了你是走出走入 這裡旁邊夠了位 你可以擺櫃 掛衣 擺鞋 脫鞋 然後才進入家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利用外面 這裡也有個衣櫃 可以給你掛衣 擺鞋 那所以現在呢 介紹完這個townhome 我們可以上去 private collection 上面那個兩房單位 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現在呢 上到來這個17樓 這個單位是兩房兩次 差不多一千尺 那我就可以帶大家進去看 但進去之前呢 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它每一個unit 都會有這些密碼鎖 連剛才的townhome unit也有 它的color scheme很漂亮 金色也很高級 那所以呢 進來這裡 一進來你就會看到 一個很open的景 雖然它只是17樓 不像人家的30多樓 但是它這裡的景色都很open 因為它用了全部的落地大玻璃 是沒有長的 所以很通通透透 看到外面的風景 其實它所有的finishing 和剛才townhome都很像 有一個living area 有一個dining area 也有剛才的kitchen set 的color scheme都一樣的 不過這個更長 也有三個櫃 剛才那裡是兩個櫃 然後桌子 這張桌子也是可以拆出來 做打火鍋桌 或者只用來做吃飯桌也可以 那這裡呢 其實一直都是wrap around桌 一會兒可以再show給大家聽 讓大家看看房間 房間仍然繼續有落地大玻璃 也在這裡可以出到露台 那些房間的blinds 依然是用了blackout blinds 所以你就不會那麼廣 但是你在這個房間裡 看上去都是很光亮的 那我們在第二間房間出來 Hallway就會有個stack up washer and dryer 下面就是有個sharing bathroom 或者是客廁的 就有個single sink 然後bath tub 櫃 還有其實它這裡的medicine cabinet 是這樣用的 好像沒有剛才的櫃 這樣拉開 但是它這個鏡子是可以擺東西的 現在進去這裡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石手間很舒服的 因為它仍然是用了這個大玻璃 其實這裡沒有人 所以你不怕洗澡被人看到 但是你又可以看著外面一個很漂亮的景觀 它就有bath tub 有shower 有兩個faucet 有一個大星 它的finition其實是訂造的 所以這些是tuff tub很漂亮的 還有它的地板 其實是兩個洗手間都是radiant heating 就是地暖 也是用herringbone的設計去做地板 進來這裡就是master bedroom 它就會比較長一點 這裡不是寬一點 就窄一點 比起剛才我們看過的 這裡比較少一點 但是這裡也可以出到露台 欣賞到一個非常開放的景觀 這裡對著有兩個faucet 是通的 通到它旁邊的 所以就設置了這兩道門 這些櫃就包了給你了 可能你會覺得 可能不夠用 不怕 因為這裡其實還有一個衣櫃 這個就可以有些多些這些櫃 給你放東西 這個condo兩房兩次的單位 就是包兩個車位 和一個storage locker 我們17樓以上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其實它全部都是一梯四火 但是16樓或以下的 就是一梯八火 現在發展商才推出來賣 是比較特別的 而且它的屁股在這裡 是九尺三 所以進來是更加寬敞和舒服的感覺 裡面就和你走一個圈 現在可以和大家去看看 外面差不多有八百尺的 圈和遮住邊道 你見到這個遮住邊道 在那邊開始 就是有個太陽座 讓你曬太陽 如果不想曬太陽的朋友 就可以自己在這邊玩 一班朋友在那邊喝東西 聊天 那邊又有一個長形的位置 可以在那裡吃飯 晚上看景色,特别是晚上,景色会很漂亮 我们现在是17楼,其实17楼的桌子 刚刚介绍了这两个单位给大家 Town Home 分别是差不多1600尺 Outdoor Space有740尺 现在Asking Price是$1579,000 现在我在两房两次的单位 差不多1000尺 Balcony差不多有870尺 它的售价是$1325,000 两间都有$50,000 incentive 而两个单位都是包两个车位和一个Locker 这个大厦是有冷暖气的 所有冷暖气的费用都会包在Charlaphie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视频 然后可以subscribe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将来的视频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需求 或者有什么问题 多谢大家收看,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GRO